还是没人说话呀 诸位爱卿 今儿是第三天上朝了 没话说呀 桂仙 奴才在 传御膳坊给朕往这儿送点心 喳 朕就在这儿陪着你们耗着啊 谁饿谁知道 臣妞就在晚死 万岁爷 臣有话要说 饿了 想说话了 说吧 万岁爷 臣以为大臣们都不说话 其实 这不能怪罪于大臣们 要怨 那就应该怨万岁爷您自个儿 季晓岚你总是想语出惊人啊 今儿你要不说出个紫丑银卯出来 这还真饶不了你 你说吧 万岁爷明 这季晓岚一向华众取宠 的确当伴 万岁 那臣就给您讲个春秋战国的故事吧 邹纪讽齐王大剑 说给他们听 这何大人他没听过 您就再将就听一回吧 说那个邹纪啊 他长得一脸大胡子 身高马大 英俊无比啊 他是个美男子 可有人说 可有人说城北有一个徐宫 也是个美男子 说长得比他还美 还英俊 周济就不信呢 他就问自个儿的老婆 他说 你说 我跟周济比 要跟他比 我们俩谁更英俊呢 他老婆就说了 那当然是你英俊了 他就拿这话 又问他的小妾 说 我跟徐宫比 谁更英俊呢 那小妾说 哎哟 那徐宫比你差远了 他再问来求他办事的人 那求他办事的人说 周济 那个不能提 那个不能提那个 那个没法跟您比 三个人都说他英俊 终于有一天他到了城北 就见到了这个徐宫 他一见面呢 哎呀 一眼就觉得徐宫比他英俊多了呀 那自个儿跟人家比差得远呢 那为什么老婆 小妾 还有客人 都说他英俊无比呢 他就想啊想啊 想啊想啊 终有一天他想明白了 哦原来是因为 老婆爱他 小妾怕他 客人是有求于他 才说了那些过年的话 万岁爷 如今朝上的大臣们 无非是有爱您的 有怕您的 有有求于您的 万岁爷 您要指着他们说真话 那不可能啊 您现在想听那也听不着啊 那依日你呢 臣以为他们当面不说 不如让他们背后去说 背后里说 朕还是听不见 您让他们写啊 哎 您不妨在朝房啊 开两个房间 各留一个留言簿 您让大臣们写啊 匿名给您写信 这样您就可以听到真话了 在留言簿上给朕留言 这跟地折子有什么两样呢 不一样啊万岁 那可大不一样啊 第一 他是留言不留名 第二呢 您不能 不能因为您说了真话 不顺耳的话 您就治人的罪啊 这样就有人说真话了 对吧 算是个主意吧 看看你们能 说出什么真话来 那就明天留言吧 都回家吃吧 退着了 无方万岁万岁万万岁 黄大人 急大人 您也来写留言来了啊 怎么着这是中风的这是 我明白了 练了一宿左手写字是不是 果然是行不吃狼啊 左手写字对不出笔记来 你做事滴水不漏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又何大人来了 瞧见没有 怎么一下子聚了这么多人呢 何大人 你发俸禄了 这也不对啊 这不是时候啊 地方也不对啊 我告诉你啊 现在不光发俸禄的时候 咱们大队啊 你瞧见没有 现在大伙都排着队 给皇上写留言呢 看见了吗 何大人 咱大清朝啊 还是这个忠臣多 奸臣少 你才奸臣 干嘛 吃心了 就咱这万岁里 这么多人给他提意见 你以为他能舒服了吧 舒服不舒服 咱走去瞧 我写完了 写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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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人啊 写完了 写完了 王大人啊 瞅你练了一页 用左手写字 别是要做什么大事 何大人 我 咱们都是围观多年老人了 这样是有个什么事 怕是挖猪萝卜 带气泥呀 那何大人的意思 当官的不打送礼的呀 过年了 说过年话总没错啊 可别上了老季的当啊 对对对对 我呀 还是说点过年的话 那您一定是平安无事 好 季大人 王大人 怎么着 我还是 我还是得赶赶 赶赶赶赶赶赶 啊 何大人 你真行 来来来 哎哎 喝大人 我突然在想啦 你说这流言不理 会不会有人留了 残年话呢 啊 您说 有也是您写的呀 啊 我何某深正不怕影子蟹 有我也不用那么写 各位大人 万岁爷今儿龙体欠庵 就不上早朝了 各位大人请回吧 你还怎么样 我昨说什么了 万岁爷听真话 谁写谁上的 你啊 等着吃瓜落吧 别高兴啊大人 我要是吃瓜落啊 你顶瓜皮 幸咱走着瞧走着瞧 各位大人都算了吧 算了 好行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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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驾到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诸位爱卿平身 谢万岁 刚才啊 朕看着诸位爱卿 跪拜在朕的脚下 朕心里感慨得很呢 朕是君 诸位是臣 君和臣夹起来 合在一块叫什么 叫朝廷 朝廷是干什么的 管理天下的 这管理天下 是朕一个人的事 他又不是朕一个人的事 万遂圣灵 臣定当牢记圣域 鞠躬尽瘁 朕这些日子 其实就一个要求 就是希望你们能说真话 说实话 果然不错 季晓兰这个主意啊 让大家在留言不上留言 还真是看着一点真话 而且还从中呢 看见一个讲实话的人 此人说朕多次寻幸江南 开销甚大 弥废甚多 屠有百害而无一意也 还列出了一些 朕不太知道的开销 建议朕以后不要再寻幸江南了 行行行提的行 朕就是好奇啊 是哪位爱卿提出来的 能不能站出来啊 千万不要顾忌啊 朕不是要罚 是要赏 朕要赏他说真话 而且要大赏 何大人 万遂圆没生气 到底是哪位爱卿啊 臣督察院御史曹公安 斗胆向万岁提了意见 罪该万死 曹爱卿好 朕得谢谢您 赶紧起来 赶紧起来 你这个帖子写得好啊 对得起御史这个官职 是个忠臣 还算是个忠臣哪 这都是臣的本分 万岁爷您抬举了 本分听见了吗 诸位爱卿 本分说得好 看来这说真话还真有点好处 几乎咱们也得多说得点 就是 就是 何大人 我说的没错 你的功 刚才朕说了 要大赏 谢主隆恩 先别谢了 你呢 有大功 可是也有大过 你知罪吗 臣不知 万岁爷 咱们不是说好了的吗 接下来你等着 曹官 朕让你匿名流言 你就说实话了 可是朕在那大唐之上 三令五身地让你们说话 怎么不说呀 臣有罪 臣 臣有罪 你看王神说变脸就变脸了 咱今后说话还真得慎重这一点 宁可说过年话 或者是什么都不说 万岁爷 臣有话说 当时咱们臣出这个主意的时候 咱们不是说好了的吗 咱说的是 是是是 臣说过这个 看到真话呢 一不能追究 二不能问罪 今天朕好像是有点言而无信 不是 不是 可是季晓兰呢 说的也对 朕要是不问清楚了 那怎么犒赏啊 来人 奴才在 曹官 朕一定得赏你 既然你说的是 朕下江南的事 那朕 那朕 就把从江南带回来的玉如意赏给你 鬼情去 这 讲你忠心正直 朕哪 一定要文过己改 朕答应你 也不要大张旗鼓地寻兴江南了 臣谢主龙恩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 这个曹官怕是下了巢 活都要散了 这下老曹风光了 万岁爷遇刺了玉如也也 我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得得上 你不会也学人家老曹说真话 没看这帮人啊 一见老曹得万岁少就跟风 他们有几条命的 何大人 你是怕人家说了真话 你那点土盖不住屎了吧 真不雅 你这人说话真是不雅 有雅的有雅的 就你呀 雅臣 你呀 你去去去去